对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了解生活中的知识 因为夏日很多人都会吃冰来消暑 不过吃得太快太急可能会引发剧烈头痛 这就是俗称的冰淇淋头痛 因为突如其来的冷刺激 导致两侧的涅动脉剧烈收缩扩张才导致头痛 换句话说就是大脑在发出抗议 警告你吃得太急了 一块去了解 炎炎夏日吃晚透新凉的刹冰消暑实在很过瘾 不过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吃得太大口又急 瞬间就有一股剧烈头痛来袭 医师解释这叫做冷刺激头痛 也就是俗称的冰淇淋头痛 这种比较接近零度的时候 那种相差跟你的体温差的差不多30度以上的 这种的温度那就有可能 冷刺激引起的头痛十分常见 即使是平常没有头痛问题的人 也有三到四成会因为吃冰或预冷而头痛 那到底是身体出了什么原因才会这样 病理激转上它是因为冷刺激到我们上额的神经 是经过叠二神经节 感觉到冷之后 血管反射性的收缩 当血管收缩结束 它在扩张的时候造成了头痛 造成了一个疼痛 当冰冷的食物进入口中 上额突然受到刺激 会使得双侧的涅动脉血管 急速收缩扩张 这样的不适感会透过三叉神经 传送到大脑引发头痛 换句话说 这种突如其来的头痛 是来自大脑的抗疫 也是种保护机制 让身体紧绝有血管正在急速扩张 痛起来甚至会在两边的病条处 那或者是在往上太阳穴的地方 可能会觉得有一个急速收缩的感觉 那可能有的人甚至会眼前 眼前一黑的情况甚至都会有 不过这种剧烈头痛 通常不会持续太久 高峰期约持续20到60秒之后 就会慢慢缓解下来 通常不会超过5分钟 这样子的时间大部分会是在几秒钟之内 一分钟之内大部分就是会缓解 那可是对我们来讲 如果反复性的在某一些特定族群 有出现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要呼吁要小心一点 吃慢一点 或者是说吃小量一点 那尽量不要让冷的东西顶到上饿 如果发生了 我们可以用舌头顶住上饿 让我们的上饿赶快回温 或者是赶快把 黏在上饿上的冰淇淋 赶快把它弄掉 专家提醒在吃冰冷食物时 尽量分闷速度 同时建议小孩 以及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家 尽量少吃 免得引发更大风险 尤其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本身他有一些 三高慢性病的足血 那我们就会建议说 尽量减少这样子在 可能体温跟你喝进去的饮料中 温差相距太大 这时候造成的血管的急速收缩 就会有可能会造成 有一些短暂的血液的循环会不良 那甚至可能 假如这时候会有一些斑坏 而造成中风的可能性 机会就会上升 此外部分的偏头痛患者 也容易有冰淇淋头痛 因此喝冰水或是吃冰 都要特别注意 在享受那股凄凉口感 从嘴中化开的同时 务必放慢速度 不要因为狼端虎咽 导致大脑发出警讯